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 今年9月达到423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18.1% 目前全国有367所的 乐林学习中心 也有越来越多人 投入了乐林教育协助长者 以学员身份代表 云林土库乐林学习优质中心 上台接受第六届乐林教育奉献奖 团体特优奖表扬 97岁的张坤池非常开心 一辈子务浓的他快90岁 才到中心上课 简易运动英文全都学 张坤池几乎天天到中心报道 因为196位志工组成的团队 天天轮排每天都有课程 而在嘉义在地人高层级 是结合自身对自助旅行的兴趣 在嘉义乐林学习示范中心 开设旅游学习课程 受到热烈回响 他们虽然说他们也是动力很强 但是他们相对他们会记得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老师必须要用一些更 可以跟他们生命当中一些经验 做连结的东西 去帮助他们记忆 嘉义乐林学习示范中心 主任黄一平说 必须从学员的生活 去找出想要和需要的 来提升意愿 比如水上香这个社区 许多男性因另一半先走 每天外食健康下滑 于是设计男士料理厨房 学会顾好自己的胃 我们强调的就是 我们叫做一锅料理 你只要家里有一个锅子 你就可以煮出这样的料理 这样够简单的吧 结果一试 还蛮多人愿意来学的 会做菜也对营养有所了解 后来还请志工 送料理给在地的独居老人 黄一平说 落实乐林学习的学习 改变与增能 记者林晓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